这次东盟比赛,中信兄弟队派出十位球员参加,都是备受期待的潜力新秀。 内野手陈子宏说,很感谢球团的肯定,会要求自己吸取更多经验。 陈子宏在8月中旬上一军在球团整顿战力的同时,出赛几率变多,尽管打击表现不出色,但在接班梯队中也有一席之地。 季后被球团安排参加东盟,陈子宏认为这是一种肯定,希望透过比赛更了解自己的缺失,并针对问题改善,为明年球季做准备。 今年季赛打完,陈子宏认为自己的临场应变还不足,应该要再快一点,这也是他在东盟给自己的追求目标。 陈子宏也觉得守备表现还得再加强,东盟比赛强度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,要想办法突破,让自己的表现可以更稳定。 陈子宏很珍惜东盟的出赛机会,要尽力改善缺点,记者黄仲玉摄影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